我们带你看到就是宋楚瑜南下败票 现在参选总统选到底 动作非常的积极 不过呢最新的危机解密电文透露 说宋楚瑜在2006年 那个时候他坚持要选台北市长 是因为跟国民党利益交换破局 国民党才打算拿台北市长的位子 来交换他不选2008年的总统 而当时AIT的处长杨淑蒂还评论 宋楚瑜是一个狡诈的政客 对于这样的一个评论呢 宋楚瑜今天重号回击 除了驳斥交换说 他还说杨淑蒂他自己 才是一个丑陋又差劲的美国人 一样动算声不断 不过这是2006年宋楚瑜选台北市长 危机解密经报 当年是跟国民党利益交换破局 宋楚瑜才会选到底 我特别讲一下没有任何条件 否认条件说但危机解密透露 当年7月登记参选前 宋楚瑜主动拜会AIT处长杨淑蒂 批评好龙斌没资历 还说马团队不排除以台北市长的位置 交换他放弃角逐2008年总统 事后国民党组织部主任 廖峰德告诉AIT 马英九断然拒绝这种可能 杨淑蒂因而评论 宋楚瑜是一个歪理 狡诈没原则的政治人物 尤其这位杨淑蒂先生 事实上是很差劲的一个美国的 叫做丑陋的美国人 因为他要挟要亲民党支持买军购 我怎么会答应 所以他对我非常不客气 我也对他不客气 宋楚瑜反批杨淑蒂丑陋又差劲 因亲民党不支持军购才乱爆料 有趣的是当年宋楚瑜新书发表的造势场合 王金平也在场 两人互动友好 由于当时王马之争正烈 杨苏蒂评论说 王金平只差梅宣布挺宋 好宋之争多少可视为 王马对抗的代理人战争 观察宋楚瑜以亲民党在立院 关键少数杠杆操作 蓝营似乎计他三分 并称宋楚瑜为蓝营老尾巴摇摆狗 好奇国民党跟马英九 能忍他到什么时候 当不当什么官不重要 危机解密很多的这些事情 与事实很多不符 痛斥危机解密子虚乌有 更否认用2008换台北市长的位置 但AIT主席博瑞光曾意外证实 危机解密内容都是真的 时不时解个命 儼然成为政坛的不定时炸弹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 好